阳光沙滩 人山人海 正值夏季的南半球 澳洲水利近日受到热浪侵袭 数百人泡水消暑 雪利市中心天文台山测得摄氏40度 创下2020年11月来新高 水利教区最高温更飙迫摄氏43度 当局警告尤其年长者和幼童 因在阴凉建筑物中避暑 京南乌尔斯州至少20所学校被迫关闭 还有数十起丛林汉草地火灾 消防人员疲于奔命 澳洲总理呼吁应对气候变迁 与此同时在北半球 俄罗斯乌拉尔地区极端冰冻 气温降到零下50度 当地气象单位指出 比正常温度低了17度 但民众习以为常 全球暖化加上声音现象发威 各地极端天气两样晴 在那里新闻全部报道哦